其中厦门 群州等地更是震感明显 就连浙江都能感受到明显震感 可见这次地震波及地区甚广 于是不少台湾明星的安危 也成了网友们关心的重中之重 当然也不乏一些台湾艺人自己报平安的 但是看到他们发的地震后的现状 还是很替台湾同胞揪心 因为这场地震真的有点严重 其中苏友鹏在地震后发文向粉丝报平安 文中他说自己的家里一片狼藉 但是自己并没有什么大碍 从他发布的照片中 我们也可以看出震感是真的不小 照片中苏友鹏的玩具熊散落了一地 都是被震掉的 但是好在苏友鹏调侃自己四肢健全 大家也为此松了一口气 网友们也纷纷在评论区 关心苏友鹏的现状 大家说着熊倒了都是小问题 只要人没事就好 之后也有不少台湾艺人发文报平安 或者是感叹地震的威力 陈乔恩就公布了一则 自己家中遭遇地震之后的惨状 从这条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出 陈乔恩镜头所到之处一片狼藉 家里的物品散落在各个地方 其中在从楼梯上往下走时 每走一步都能看到一堆东西 散落在楼梯上 然后就是家中其他地方的惨状 洗菜池中的锅碗瓢盆也是一片狼藉 总之从他的视频当中 能看到地震的余威还是异常凶猛的 地震后的第二天也是陈乔恩的生日 陈乔恩也在社交媒体上 发出了一组关于自己生日的照片 看来地震并没有影响陈乔恩过生日的心情 依旧是活力满满的迎接自己新一岁的到来 陆续有很多台湾艺人都在社交媒体上 发了自己当时的感受 周杰伦也说谎到不行 王大陆也和很多人一样分享了自己家中的惨状 不过也有不少爱心人士 选择向台湾示意援手 其中就有曾经的中国首善陈光彪 4月4日晚 陈光彪发文称 台湾地震后的情况远比大家想象的还要严重 其中光是伤亡人数就已经达到了数千人 甚至还有不少人失联 并且还有人在灾后变得无家可归 于是陈光彪这次再次向台湾带去了捐款 他说他联合基金会向台湾受责同胞筹款一千万元 用于灾后救援重建工作 陈光彪还是希望更多的企业家可以行动起来 为受责群众提供帮助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陈光彪这篇文章下的画风又是另外一支能够状况 大家都很对陈光彪向台湾同时捐款这件事表示鄙夷 认为没有必要 当然下面也有人反驳 认为彪哥的做法很正确 但从目前曝光的一些视频来看 台湾这次受责的情况确实不容乐观 在地震中一些大楼直接发生倾斜 并且有很对居民受困 其中一则比较揪心的新闻 也引发了网友们的激烈讨论 大家在为这名遇难女子祈祷 在台湾花莲受地震的影响 一住户楼天王楼发生了倾斜 相关人员也是马上展开了营救 最后地震常常还会伴随着余震 所以在震后要保持警惕 并及时采取保护措施 这次台湾地震就伴随了很多余震 并且余震的级别还都不小 所以就更需要重点注意了 在逃生的时候还要注意 一定要遵循当地政府或救援人员的指挥 配合救援工作 确保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但不需要 降生 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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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赏